这天吉永老师让小朋友们画爸爸或者妈妈的脸 小新举手说道可不可以画明星的脸 因为画爸爸妈妈会影响自己的灵感 一旁的正男还在寻思着妈妈的脸长什么样子呢 妮妮则建议正男照着镜子对自己的脸画就可以了 因为他长得跟妈妈很像 突然小新来一句神捕刀 正男长得就像奥巴萨 如果穿上镜子可能跟你妈妈一模一样哦 顿时让正男慌了神 以为自己像女孩子 吉永老师安慰道 像妈妈就不代表像女孩子 然而小新还是不放过正男 可是正男跟别人不一样哦 你说什么 下课期间 封间跟大家讲述遗传法则 看自己的某些方面是遗传爸爸还是遗传妈妈 真不愧是高材生的代表 连这种高学问的知识都懂了 妮妮表示自己比较像爸爸所以将来会很幸福 可是年轻任性自私 动不动就喜欢发好失利 这些地方跟你妈妈一模一样哦 小新这番话瞬间让妮妮原形毕露 接着封间说到自己遗传爸爸的高智慧鼻子 和妈妈优雅的眼睛 这次封间反驳问起小新自己像谁 然而小新却觉得自己谁都不像 甚至连兴趣爱好也不像 比如自己最讨厌的青椒 然而却是爸爸妈妈的最爱 说到这里 小新开始怀疑自己不是亲生的 晚上吃饭时 小新突然问起美牙和广志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美牙回答着还用怀疑吗 你那随心又好色的毛病就跟爸爸很像 广志则不甘示弱说道 你那懒惰又好吃的毛病也跟妈妈很像 两人开始为知识而吵起来 为了证明小新是他两亲生的 随后美牙给小新看他们小时候的照片 美牙小时候倒是跟小魁掌的很像 接着看到广志小时候的样子 跟小新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翻版小新的记事感 这下虽然打消了小新的疑虑 然而却让他心里备受打击 这样子我将来的下场也可笑而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